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角跟大家讲讲长寿之道 因为有一位103岁的老人家 他的血管里的情况等于30岁的年轻人 你说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 而这位103岁的长者 就是我们中国著名的国医大师阮士尔 他现时103岁 他在2014年荣获第二届的国医大师称号 他有70多年的临床经验 是我们中国心血管健康领域的专家 无论他在临床上和病人治病 或是他自己日常的养生 他都很注重心血管的疏通和调理 他认为心血管健康对长寿是最重要的 而心血管健康的关键 他就说一个字很简单 就是通不要堵塞 血流通畅的时候 人才能健康长寿 他说怎么可以养护你的血管呢? 他最简单的养生比方就是一果一菜一茶 不是名贵药 是简单食材 一果就是核桃 一菜就是昆布 一茶就是他自己研制的叫做尖枝饮 那现在先跟大家说一下头的两样 第一他就是说一果 每天要吃两个核桃 是可以保神、养心、降脂、保护血管的 他每天吃早餐的时候 他会在他的牛奶里面加一汤匙的核桃粉 鸟荣喝了就是这么简单 他说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几十年了 核桃在我们中国很早被称为长寿果和益治果 研究发现核桃能够通过 延换神经系统退化性疾病的发生 来增加人的体质 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现代的研究亦显示 核桃是最健康的结果 因为它含有效力最强的 能抗疾病和抗衰老的抗氧化剂 虽然它是油脂很丰富 但是它的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 是可以帮助降脂 对抗动物足阳硬化 试试吃这些核桃 你的血管内皮功能是可以明显地改善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良好 就能防止血栓 调节炎症和控制血压 对预防心脏病和控制血糖 很有帮助 同时可以安神通便 如果有这些需要的睡眠不好 或者便秘 试试用核桃粉开奶喝 是很适合中老年人食用的 如果你有夜尿频频的人士 你在核桃剥出来的时候 中间有一块薄薄的木 这些叫分芯木 国医说不要扔掉它 将它来浸水喝 可以舒缓你这个症状 夜尿的情况 但专家提醒 核桃是很好 但不能吃太多 每天最多吃两个 不是你用热制 影响消化的 而关于核桃 我已经上传了一个视频 是护心保脑 降胆固醇之核桃 这个视频的网址 我会在现时这个视频的下面 写出来 大家按进去 就有多些核桃的资料 除了核桃之外 我所说的另一样 一菜 这个就是昆布 吃这个菜 是能降你的血脂 令你的血本通畅 昆布就是我们所说的 海大海草 它的性是咸寒 但是有软肩的作用 现代的药理学 发现它能降肢 抗炎 排毒 其中有很多叫多糖 是可以呼吸 长度中代謝的废物 从而触进排便 而北京中医学大学 学养生室教授张胡德说 海大里的葛草酸钠 是有降压的作用 对预防白血病和骨痛病 都有一定的效果 而海大的淀粉质 是有降血脂的作用 能够帮助预防动物硬化 降低胆固醇 所以建议 中老年人可以吃多些海大 海草 紫菜 这类的食物 特别是高血脂症患者 和大便不畅通的人 吃多些这些 可以预防动物触氧硬化 帮助排便 预防便秘 但是海大很多人 不太喜欢吃 因为体质上未必接受到 而关于海大 我已经上传了几个视频 一个是海大经人效益 吃海大的遗忌 如何处理干海大 以及我曾经说过 三高要常喝者汤 就是海大绿豆汤 但是有人曾经说 这些汤对于很多老人家 女性都不适宜 其实要视乎你自己的体质 而决定是否适宜 因为我已经说过海大的 食用遗忌 现时是说三高方面 如果你本身的体质 不适合的 另当别论 所以我所提供的资料 子宫参考 是否适宜适用 最好你衡量自己的体质 或者最好是问相关的专业人士 才决定去试用 希望这两个的资料可以帮到大家 103岁又30岁的年轻的 血管情况 你想不想呢? 而丸老他另一个茶 是叫尖之饮 我会在另一个视频 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是适用于血脂偏高方面 有所改善的 那你留意我下一个视频 为你再介绍吧 多谢你们的收听